劇完了嗎?不劇了嗎? 沒有了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生 我是陳生 我是阿威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威 我是陳生記的第三代負責人 你過來吧 我也知道不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威 這是我老婆陳太 我們是陳生記的第三代負責人 Hello 其實回來的時間是挺早的 其實回來後有很多東西需要準備 因為太多很繁複的東西 我們買的東西有豬手、牛腩、魚蛋湯、魚蛋 招牌炸三寶和我們的一口西多士 還有其他很多海鮮加工類的東西 我們的儲喉牛腩是用新鮮牛腩來煲的 因為公嘴都很繁複 都是交給我老婆說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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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我啊 沒關係 其實我們的牛腩跟先生剛才說一樣 新鮮牛腩的 難聽來說是血淋淋的回來的 因為剛才也看到了 我們有很多可能要不到的部位 我們便會改了它 改了它之後 我們便要再進行切割的程序 因為我們要做到每一件都有相同的部位 也要有腩有肉 變相切的時候都可以考功夫 切完之後我們便要再加工 因為其實不好吃的 我們便會加回我們的儲喉醬 我們的鼻製醬 因此的份量 其實都要煲很久很久 所以見相我們要用很多時間 去準備這個牛腩 所以其實這個牛腩 都是心機之作 還有我們很想 很想人們能夠吃這個味道 很多人都會特意過來吃這個牛腩 又或者每次都會買回外賣 做一個家菜 其實很多客人都會跟我們說 嘩 這麼多年都能保持這個味道 其實聽到會很開心 我們只是用心做好東西吃 來講三寶 我們的炸三寶有炸雲吞 炸魚角 還有炸魚皮 炸雲吞的餡料 都是我們自己咬 自己調製 然後都是我們自己親手包 雲吞 所以有很多功夫在裡面 炸魚蛋 炸魚蛋 我們的椒鹽魚蛋 我們的椒鹽粉 都是自己的 好 不如我講 好 不如我講 我們的炸三寶有三樣東西 有炸雲吞 炸魚皮 還有炸魚角 還有因為現在的九棍魚 物價高了很多 我只拿魚皮出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賣多少錢 給街坊好 我們現在還用門線魚皮去代替 有魚皮 魚角 魚角又大牙又爽口 最重要是炸雲吞 炸雲吞 其實就是每天我們用新鮮豬肉餡 自己調過豬肉餡 再自己親手包炸雲吞 雲吞裡面其中有一樣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香醇 可以用來增香和增口感 還有什麼 忘記了 焦鹽魚蛋 對 焦鹽魚蛋 焦鹽魚蛋 其實是近兩年研發的新菜式 我們覺得魚蛋也很好吃 亦是想加上自己調製焦鹽粉 當中其實都失敗過兩三次 都是靠到底要放多少料 要怎樣怎樣怎樣 最後都是在試食那天 其實每個人都說OK 我才真的推出這個產品 其實我們除了我們本身茶器的食物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海鮮加供 海鮮加供的時段 其實是11點到下午3點 我們稱這個叫黃金四小時 這個四小時很簡單 客人在下面街市 正正在樓下買海鮮上來給我 拿上來我們陳真記 我會幫你介紹我們煮法 怎樣煮怎樣煮 然後你喜歡的話就可以跟我們的煮法 如果不喜歡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跟隨自己想做的煮法 是有選擇的 之後你就可以坐定等待吃 其實自己出去也有吃西多士 但就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味道 其實回來 接手後就想做自己喜歡吃的味道 才可以買到給我客人 回來改良了 我也忘記了幾多次 其實五至八次 甚至十次都有 最後改良了自己理想中的味道 我們就拿完條方包回來自己改 切到形狀大小 自己理想中的大小之後 我們就會先浸蛋漿 還有我們的麵包需要一點時間熟成 無論是花生醬煉奶的稀潔程度 還有花生醬的柔滑程度 蛋香 麵包的脆度 其實都是自己理想中的 其實一份西多士看起來很簡單 但包含著真的很多心思 終於做到自己喜歡的味道 還有終於做到自己喜歡的模型 例如這些小裝飾 我覺得都很開心 很難忘或者很滿足的事 有時我做完事 或者做剛剛忘了 然後就會去廁所 然後帶我去廁所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些男人會 很可愛的洗乾淨白乾淨 然後帶走 我就會覺得很搞笑 真的很難忘 真的很難忘 我每一期都會有不同的裝飾品 就是這樣 可能今期是傘子 下一期是菠蘿仔之類的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手信 可以給大家帶走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給客人的時候自己都很開心 我們陳生記大約有八十年歷史 大聲一點 我們陳生記大約有八十年歷史 阿爺最先在阿里酒大街做小販賣魚蛋粉 之後去了波地 做了大約十八年 波地遷冊 然後搬到屬式中心 然後大約做了二十六年 我爸爸 然後到現在都由我去接手 大約做了兩年多 以前我是穿高跟鞋的 啊 擋鬼 沒有在樓下才行 繞了一整個小時 現在可能在這裡 變成一個阿姐 阿姐 這個麻煩幫我做三次 阿姐 其實以前上班和現在上班的範疇 真的很不同 以前可能 趕過電話都要射聲 你好呀 有什麼幫到你呀 但現在可能就變成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 嘩 聲線已經不同 所以聲音都有點爛爛 在這裡 始終做飲食 對不起 不行 其實我想說我對著客人 都很溫柔很斯文 不是說真的那麼大便 時間方面就會長了很多 真的放假不能休息 變成辛苦困身 沒辦法 因為其實先生想繼續傳承下去 那我們就一起傳承下去 因為我覺得如果 停了沒有再做下去 我又會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都想繼續去維持下去 繼續做下去 可以傳承到陳生的食物 街坊都會給到很多動力 有時候會有一些街坊 以前是和我 爸爸很朋友 然後之後 他來光顫我煮東西之後 然後他會責我 我沒想到你煮東西這麼好吃 我小時候見你這麼頑皮 那時候真的會怕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